不曉得林靖怡在大声什么 请问一下林靖怡 你要处理什么 你想要处理谁 如果林靖怡 今天是做一个正当正常的 选民的处理的话 她就大大方方的承认 她为什么这么生气拍桌子 而导致让现场的人 其实看起来是想要录影片自保的 我之前在马云莫分区录委的传舞 最大的常见谁站在会讲的是你追逐 我说要在这里挥衣服的追逐 常见谁站在会讲的是你追逐 你们这样追待我 你太过分了 常见谁站在会讲的是你追逐 你是当作我在这边干什么的 常见谁站在会讲的是你追逐 你是给我找一个麻烦是不是 你是给我找一个麻烦是不是 常见谁站在会讲的是你追逐 这起一样的门 刚刚那个讲是他要帮他解套 两个人谁站在会讲的是你追逐 我是在你之前的时候有机会 我是在你之前的时候有机会 什么样的情况 让她如此的生气 以前只知道包大人好大的官威 现在发现林委员的官威比包大人还大 比所有中华民国的官员都要大 到底是谁不体谅林静怡委员 到底是谁让林静怡委员要如此发怒来处理他们 我们实在是非常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那我们看完影片之后 根据消息指出我们收到一些资讯 推测是林静怡当任立委的时候 到地方去处理一些事情 不知道为了什么事而大动肝火 画面中林静怡似乎是在一个会议室 怒气冲冲的质问 看来是基层公务员的在场人士 我们相信外界可能都会相当好奇 林静怡是帮谁去关心什么样的案件 作为一个委员立法委员 公然把质询权 为民发生的质询权当成施压 当成威胁的一个武器 不好好监督政府却滥用权力到地方去 针对小老百姓针对基层公务员 做这种威胁 咄咄逼人想要处理谁 实在是很大的官威 如果林静怡真的这么优秀 怎么会只当一届的民进党不分区立委 看完影片我们才恍然大悟 原来他被民进党撤换被抛弃 是因为有一些状况出现 但如今民进党却又把他找回来中二选区参选 推荐如此一个不优质的候选人给中二乡亲 在地民意绝对吞不下去 林静怡呲牙裂嘴的模样 真的跟他号称的温柔坚定的包装沾不上边 我自己身为民意代表 我推测啦 我推测这是在一场这个协调会上 那当然在这个整个影片里面 可以看到林静怡真的算是恶行恶状 而且发很大的脾气 所以作为一个现在正在要参选立法委员 而过去他担任不分区立委的时候 这个影片到底是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方 我觉得林静怡必须要交代清楚 那这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的猫腻哦 愿林静怡说 我在帮你们想办法解套啊 林静怡也应该讲 清楚的是 她要帮谁解套 林静怡到底要帮谁解套 为什么要解套 好 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她还说呢 你们是觉得我在找麻烦是不是 那请问一下林静怡 你到底是在找什么麻烦 你跟谁向谁在找麻烦 如果是基层的公务员参加你的协调会 你用这样子这样子大声 不晓得林静怡在大声什么 然后呢 又还可以拍桌子 还有这样语代威胁 还说我质询的时候 处理过你们吗 请问一下林静怡 你要处理什么 你想要处理谁 我觉得这个影片 其实透露很多的讯息 如果林静怡 今天是做一个正当正常的 选民的处理的话 她就大大方方的承认 但是这里面 她为什么这么生气拍桌子 而导致让现场的人 其实看起来是想要录影片自保的 看起来录影片的人是想要录影片来自保的 那么因为机场公务人员也很怕 因为民意代表的一个施压 而让他们做出可能有违反相关法令的事情 大家记不记得啊 当年民进党的立委林黛化 曾经就在立法院的这个协调会里面 直接怒斥这些公务人员说 你们是要跟我对干你 大家觉得这个影片出来的时候 大家觉得不可思议 一个立法委员这么大 所以这些我们要求林静怡要清楚讲明白 我们这边呢接到民众检举 光是民进党自己 在诸多的服务处里面 都有一事为鉴的问题 包括 陈柏惟在过去雾峰服务处 文化项57号被举报一事文件 包括龙井新庄的联络处 被举报一事文件 包括陈柏惟大度服务处 也被举报一事为鉴 陈世凯蔡其昌联合服务处 一事为鉴 大理何欣存李天生联合服务处 一事为鉴 张家安议员你的大度服务处 一事为鉴 蔡其昌跟杨典中联合服务处 一事为鉴 蔡其昌你自己的服务处也一事为鉴 这八个地点 请民进党的政治人物站出来彻底的说明 到底有没有为鉴的问题 根据民众向我们的举报 他也应该已经向有关单位进行举报 请这八个地点的相关政治人物 在你刮别人的胡子之前 是不是可以先把自己的胡子刮干净 请这几位政治人物站出来 向大众说明你们的服务处 的民意代表能够跟台中市卢秀燕市长一起来为台中市政打拼 绝对不是那一个从参选以来只会泼政治脏水 把中俄弄得乌烟瘴气的林静怡 我也要反问一下林静怡 如果你说没有住在台中就不能评论中俄选区 那么每一天在台北的一言堂 那一些名嘴每一天为你护航 每一天在抨击言宽横的那些名嘴 是不是说话都不算数 是不是白搭一场 我也要告诉这些每一天一言堂的名嘴 你们护航的对象今天重重的把你们全部都打脸